我们大家很喜欢每一年看 我们有多少的弹性休假 然后我们觉得弹性休假 就是我出去旅游的机会 可是各位知道 每一个弹性休假的背后 都有它的文化背景在里面 袁小姐在我的学校里面 我们有个华德福教医师 老师带着孩子搓汤圆 老师带着孩子去做灯笼 那各位想象看 那不是你亲子可以趁这个机会 让孩子不要被这个绑架的 最好的时间 同时来做一件事情 然后我们不必再去看烟火 现在全台湾每个地方 到了袁小姐都在放烟火 我们其实把我们弹性休假以后 把我们所有的文化背景都消灭掉 某种情况下这种排休 全台湾大家都挤着一团 都在那个时间一起出游 飞到澎湖的飞机 一天可以一百八十几班的飞机上下 简直是个国际机场 那么同样的情形 大家也看到了树花公路 雪山隧道 塞车塞到到了一次台东 可能要花十四个小时 它告诉你的是 我们那种焦虑的快速的 然后再加上政府的消费券的 推波去助澜 完全无助于解决一个长期的问题 所以当人有了自己的选择的时候 我们为什么暑假的时候 就留给那些有小朋友的人 去度暑假就好了 我们明明是个人的 没有必要的时候 我们干脆找别的时间休假 我反而可以更自在地 更慢地 让我享受应该有的 我想对于旅行业者 当长期的当这个市场 变成更平均地分配下来的时候 只有更好不会不更坏 我要告诉我们旅行界的朋友是 其实我们下一个阶段的台湾 我们应该做的是 如何让我们的台湾的国民素养 不同的素养的 都能够带到那个高度 不是要去住那个 Ubu的Fore Seasons的高度 而是在任何一个层次的时候 不要再走上只是观光 Shopping 或者是走马看花的旅游 我情愿看到的是 不是一大堆人挤到一个地方去 消费完了 然后就马上回来 再也不回来了 因为钱很贵 效果达不到那种成绩 可是我们可不可以说 我这一次只去长冰封冰 我一待就待一个礼拜 我们还有那么多礼拜要待了 还有那么多的时间要消费 然后我下一次去澎湖 我一待待一个礼拜 一趟飞机帮我待过来 我就深度地去了解这个地方 让我的心可以沉定下来 让我更深入地了解这边的环境 假设我们用这样的态度 来面对我们的观光事业的话 我们有非常多可以耕耘的空间 我们如果这一次不把握机会 我们以后也不会有机会了 我们面对的未来是那么样的严峻 但是同样的情形 也因为台湾曾经奠定了 相当的基础以后 我们唯一可以让台湾改变的 面对世界的 不是在靠经济 不是在靠武力 最终的是我看到的文明的想象 谢谢各位 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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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大家